为了维护民众食的安全 台中市卫生局食安处持续针对市售原料 进行击查与抽验 并加强辅导业者落实自主检验通报 那有食品业者日前自主通报 从大度一间公司购买的 古月份检出苏丹红 经过食安处再次抽检 还送往全国公正检验公司来检验 结果证实验出了苏丹四号 食安处随即前往产品制造商来进行击查 要求贩售到台中市以及外县市 一共25家下游业者的产品 全数要停用并且下架回收 古月份是由大度区的绿椰实业 有限公司所产制 原料为黑胡椒粒 检验结果检出苏丹四号与规定不符 食安处以第一时间要求业者 及贩售的下游进行下架回收 原料黑胡椒粒 则以请源头县市的卫生局 继续的追查厘清 好食安处表示 依据食药署规定食安处已将检体 送往食药署协助重新检测 那十二号结果出炉 确实有检出苏丹四号 而食安处也追查 这古月份的原料是黑胡椒粒 分别由台北市及新北市的制造商 报关进口 那食安处也随即韩文通知 辖管的卫生局来调查厘清 以维护民众食安与健康权益 永远不动达